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次我跟大家讲过 陈子昂锦如斯的第一首 还有颠过杜虎的玉华公 如果去年你们有来听不可能没有 那你就当是很新鲜的 陈子昂的锦如斯第一首 就是千古难明 但是如果你读不到陈子昂的锦如斯第一首 你碰不到玉华公 你根本就解不了玉华公 所以千古没有人解到玉华公 为什么呢?因为他读不到陈子昂的锦如斯 大家知道庆记很重要 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到真正正看着人家的诗 人家在用卿记你就不知道 玉华公是很关键的一首诗 自古以来没有人解到 实际就被杜虎压了 但是呢 你发觉如果你解不到那首诗呢 那首诗中间很弱的 美人为黄土 放奶粉代假 解不到的 你以为他要臭云 我一下子昂的 写一诗在这个母字很用 不如弄个什么出来 原来它是指那些木偶 那些写得这么有气派的玉华公中间 那些木偶都腐烂了 这个从任何角度看 都是低劣 杜甫是不可能写这么低劣的事据 大把机会给他改 用怎么会留那些要什么 他写得出更是有道理 你解脑发觉原来这个才是最劲 好了 假设这个 我想敢于 有些朋友听过不止一次 敢于最重要的是 他是针对武则天 这个是最重要的 尤其是敢于第一手 微月生世海 你解不了 第一你根本陈子昂写什么你都不知道 解不了 就骂他 所以明清的人开始骂陈子昂 但是是不是个个都骂呢 又不是的 清朝有个状元 陈汉 他就写了一本诗 他就说我解脑陈子昂 他就说我解脑陈子昂 虽然不是全部解脑 但是最重要就是他大意给他解脑 那为什么有些人解脑有些人解不脑呢 这就是聂与不聂的分别 这就是聂与不聂的分别 欲华公呢 就真的搞不定了 好 那我们尽管很快地去看看欲华公 那主要是真是呢 陈子昂的收足编罪呢 这个又是很紧要的 他说文章倒闭五百年以 漢艺风骨进送莫全 现已文献有可征者 陆上下时观齐良间施 彩丽敬凡而庆祭都存 陈子昂是说庆祭 杜虎佩服陈子昂就是因为他说庆祭 美意永叹 永叹就是长叹 诗古人常恐威而颓美 风雅不作而敢敢也 那所以呢 杜虎其实就参考了 陈子昂这些理论 再学了他的敢于诗 于是经过欲华字呢 就写了这首欲华公 他在此之前呢 他写了一首九成公 那个真是公 欲华公呢 就是唐太宗的时候 就是拿了当时一个地主的地 给钱买的 就建了个欲华公 建了个欲华公 唐太宗是去过一次 住了也有几个月 在那里住避暑 跟着就回长安 第二年已经死了 所以欲华公 唐太宗是用过一次的 那当时欲华公有些什么人呢 想起来就很厉害了 他的儿子 唐高中 就是太子跟上去 还有一个不太显眼的 那个就是武才人 就是武则天 当时欲华公 就是藏了三个皇帝 好了 这么大件事 而且呢 就死了两个大臣 一个蕭羽 一个防元灵 都死在欲华公 两个都是开国元婚来的 这么多这么重要的事情 但是呢 杜虎不去说 或者那些木偶腐烂了 你完全说不过去的 完全说不过去的 放奶粉代价 是说那些土偶木偶都烂了 就是这样 这样就掌握不了 你看看有一样东西 杜虎已经给了一个提示 因为当时他经过的地方 已经是没有欲华公 只是有欲华字 唐太宗死了之后 唐高中没有去过欲华公 那当时唐三藏在长安逆经 也不是太开心 因为很多人烦着他 因为长安 那个人去探探唐三藏 那他又觉得很烦 唐高中对了 欲华公我不去 废欲华公为智 那就叫欲华智 就被唐三藏 也都死了 三藏法师死了之后 没有人再用过 荒废 荒废 皇帝又不去 而那个都已经不是公了 那是字 皇帝不去就是大条道理 到了安六山 安史之乱 他们去到哪裏 拆到哪裏 欲华智 就已经是不成人形 所以杜虎见到那些难容容的地方 他可以写一首欲华智 但是杜虎就是不写欲华智 他就是写欲华公 他是写回字之前的东西 已经是很厉害了 这就是慶忌 好了 你写以前的东西 如果你醒目的 你当然知道他写大东西 一时候当然大家都知道 事前都没人知道 那 从宋朝开始 没有人解到这首诗 但是又没有人敢说这首诗不好 因为你说他不好 就是你无料 你先 没有人敢敢说他不好 还损他出来 这个损是欲华公 但是解到那裏 就解不了 那我看这裏有没有什麽例子 那这裏我给你看看 那两句关键的就是 美人为黄土 放奶粉代假 那这裏呢 那关键所在呢 他这个美人 不是美女人 他是指唐太宗 就是等于屈原 说楚怀王是美人 所以美人是代表有真美的人 有真美的人应该是一千岁的 都为黄土了 何况假的 用粉代来屠色那个假美人 因为武则天帝是皇帝 何况他 那这个当然是没有逻辑的 只不过你是生气他 你要写的 就是相署有疲 人而无疑 人而无疑 不死都何为呢 那这诗经 我生气了 就死都没用了 那这没有逻辑 但是杜虎就是这样 美人都为黄土了 真那个 何况假那个 这个就是关键性 好了 那我看看玉华公有什么发生 精灌22年6月突进 宋国公、肖宇、轰于玉华公 年74陪葬昭令 7月司空、梁国公、房元令 轰于玉华公 年70陪葬昭令 死了两个大臣 你再说工女的木偶 这个都不是杜虎来的 这个就是玉华公之前杜虎写的九成功 又是另一样东西来的 那你就看后面有些什么 美人为黄土放大粉代价 那你由南宋开始 他引赵次公赵燕才 他说有随廉而死葬者已 为公相去之近能知之 这个就已经误导人了 宋朝的住家 一定是有随廉 随至皇帝居家去的 而死了 葬在那里 杜虎他那里相去很近 杜虎就知道了 杜虎知道他写什么了 不过我们也不太知道了 所以我们推测就是 那里有些可能工人 那些随廉而死葬者已 但是这个南宋赵次公 他都没有讲少语 没有讲房元宁 他就讲工女 如果你真的有名给你叫的 就不是随廉而死葬 那些是大臣来的 他葬在超灵 所以呢 已经捉错容神了 一捉错容神就一直坐下去 接着就有很多其他想法 引潘安 美人归重存 那就先把美人当作女人 那些人都说了 好像这里 什么都说得出的 他刘神庸梅声鱼说 玉华宫旁边有扶肩的墓 風聲學禮的頭邊斷流的扶堅的帽 扶堅的帽關這裏什麼事呢? 無端白事旁插一筆 然後引賽夢筆 他說美人言殉葬木俑也 他說陪葬那些木俑 他就拉著扶堅落水了 這個已經完全解不了了 美人以化為黃土 是憂來豪歌廢淚刑霸 一路將美人解錯錯完又再錯 清朝也是照今裘少傲 南宋九家雜誅導師 引召燃才藥 有徐煉而死葬者已 為功相去之近能自知 好了 雍正時候抱起龍 又是那些東西 趙若即是趙志工 當時必有徐煉美人 抹葬功旁 到了乾隆、楊倫的導師鏡泉 又是說那些東西 他說為殉葬木牛人也 近人錢宗書 又是說那些東西 他說呢 他引召了趙志工 必有徐煉美人抹葬功旁 故及之 按 錢宗書自己按 粉代假是什麽 予必子宮中所掃侍女的泥象 為真美人 他的真美人不是我所講的真美人 是真真正正的美女人 已化黃土 泥偶破碎剝落 亦故所疑 即是真的美女都死了 何況那些泥那些都剝落 亦都適合了 亦故所疑 唯見公時的石馬 尚無恙 即這些石馬還存在 以石馬土偶相應而 石馬和土偶做個對比 石馬就不爛的 土偶都爛了 那有什麽意思呢 杜虎寫整個玉華公寫這些東西 沒有可能 是沒有可能的 主要是因為沒有讀 通了陳子岸的詩 這裏了 楚慈了 尼蘇 唯草木之寧樂 是恐美人之慈夢 這些美人呢 就慈近傍點了 慈也晚也美人為懷王也 人君服飾美好 那我說這個強誡而已 他服飾美不美好無關事的 固然美人也 言天時運轉春生秋實 草木凌落 說服俊矣 而君不見立道德 舉言用能 則年老母 萬無而功不成 事不遂也 那就是想規勸楚懷王的 而他這個美人就是楚懷王 那就 楚慈九張秋詩 就是 解瓦情以陳詹系 驕以畏父美人 東漢的皇日就說 舉與懷王 斯南朝也 那他的美人就是楚懷王來的 楚慈那些美人 都是楚懷王來的 所以你拿著這個東西 你就知道 杜甫的写法 这就没有特别 只不过是 那些人怎样赞陳子昂 李扒就赞陳子昂 韩宇就赞陳子昂 柳中元就认为陳子昂 全唐朝第一个 No.1 散文又可以 施又可以 但是这些 都是他说他的功夫好 都没有讲到庆祭 但是杜甫就是讲庆祭 杜甫就是 君行蛇虹猿 为我一山言 陳子昂比 武三思 找人害死了 所以你去到四川那边 你跟我哭了 哭了一份 好了 而杜甫最着迹的两句就是这里 陳实惠故责 他说 陳子昂中古立中义 敢如有违篇 这个就真真正正知道陳子昂寫了 他陳子昂的敢如是中古立中义 那杜甫是中古立中义的名篇 那杜甫其实就是在学着陳子昂 他的欲华功就是在学着陳子昂 但 这就是骆彬王那出现中 这个也是 兴隆 Ark 肯定大家 他们想想似的 不会んです ńsk 这个是 替旁 毛光 所以杜甫的玉華公是呼應美人這個詞 細節在這裡就不講了 這些都是牽涉到美人的 所以杜甫的玉華公是呼應美人這個詞 細節在這裡就不講了 這些是我們講的 我可以給你看一下南宋紅麥紅麥做過丞相 如果我沒有記錯 他有一段榮齋徐筆 他說溪回重封牆 一路整句話下去 誰是長年者 這些詞就是玉華公 此老到玉華公私也 張文潛北宋的將來大學文 暮年在遠憂 何大歸 何大歸很小已經中了盡事 方若冠夜隧島 枉熱之 凡三日 見其任何此詞不絕口 何大歸去到將來拜會 他在那裡住了三日 就見到將來拿著那首玉華公 不斷唸 不斷唸任何奉頌不絕口 那大歸問其故 你什麼事 為什麼他經常拿著玉華公來唸 啊 啊 此張乃風雅鼓吹啊 未宜為此言 他說這張玉華公呢 是風雅鼓吹 鼓吹就是形容那個詩作而已 他說這個是風雅的作品 都很難跟你解釋到 那為何呢 我想將來解不出放奶粉代價 他灑那個年輕人 說這些風雅的作品 都很難跟你解釋 你自己都要感受了 这些轻轻大过了 也可以说张文潜都是解不了的 但为什么有借借那么有趣 改了借借 这个就是玉华公 所以大家回去不妨拿着那首玉华公 大家去看一下 你又会有所领略 所以你读到这个敢于第一首 读到玉华公 当时的《庆记》的作品 你已经可以说是熟悉了 是熟悉了 你想想你由宋朝开始去到清后 都解不了 就是因为他拿不到《庆记》的神髓 就将它变成功女、木偶 杜甫是讲武则天 他要统他一下 人死了,统他一下 所以这个就是杜甫 学陈子昂的《庆记》 而写的一首诗 我们休息一下 回去继续讲讲讲近看事 好吗? supplier 是的 写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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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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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